俄罗斯军队出动图22M3战略轰炸机 轰炸马里乌布尔 乌克兰方面人说顿巴斯之战 已经拉开序幕 大家好 我是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欢迎收看无关大局 我们知道从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始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到现在打了都快两个月了 还是一种僵持状态 但是最近俄罗斯又祭出了更猛的武器 它已经出动了战略轰炸机图22M3 对马里乌布尔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 我们知道图22M3战略轰炸机 首先它是速度很快 每小时可以飞2300公里 续航是7000公里 它还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飞得特别高 另外还可以载很多的弹药 飞得特别高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像乌克兰 如果它有一些兼航式的反导系统 你根本就把它打不着 而且这个战略轰炸机 它还携带了重力炸弹 目前对马里乌布尔已经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 马里乌布尔 俄罗斯和乌克兰争的是很厉害 但它绝对是一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别的地方就不说了 就说亚素钢铁厂 战地就11平方公里 而且地底下 这是各种隧道纵横 可以扛的那是核大战 当年为了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建 那就可见而知眼下里面还躲着2500名乌克兰军人 以及400名左右的各国供应军俄罗斯基 所以现在是祭出了重气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表态呢 说顿巴斯之战其实已经开始了 俄罗斯对卢盖斯克 顿尼斯克 以及哈尔科夫这东部的三个州呢 都有了军事行动的升级的迹象 再就是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 也被俄罗斯军队给轰炸了 俄罗斯国防部自己说呢 他是轰炸了乌克兰境内大概16处军事设施 目的是什么呢 北约你不是给乌克兰送弹药送武器吗 好我还是要给他去军事化 把这些武器弹药是销毁了不少 目前乌克兰确实是急 他一天就要把这个美国为首的北约 送给他的一个星期的武器弹药都消耗掉 那怎么办呢 接着要呗 可是啊 美国为首的北约自己手里的货益少了很多 所以现在北约方面还劝乌克兰 就是这武器啊 你们省着点用 可战场上的事 哪是说节约就能节约下来的 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是非常的焦急 泽列斯基这两天已经是多次的放话了 就说啊 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对抗 恐怕要持续10年 这不是说政治关系的一个对抗 而且指的就是军事对抗 所以肯定长期消耗战呢 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俄罗斯方面也有一个动作 就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为5月9号红场阅兵做准备了 今年的红场阅兵他还是要搞的 不过究竟怎么搞 到时候我替你们紧盯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大量的军人和武器装备都在乌克兰呀 拿什么到红场去走一遭呢 但是现在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男人也采取了一些行动 在鉴别哪些男人可以抓过来 给俄罗斯军队来扩充力量 哪一些呢 这个必须要把他们进行隔离 甚至呢 这隔离这个词我用的还是很冷静的 甚至把他抓到俄罗斯去 还有一些人呢 就要做这个一些后勤的服务 总之都是为俄军进行服务 眼下还在乌克兰的这些男人们 现在都相当的紧张 不知道下一步 如果被俄军给抓了之后 会让他们干什么 再就是俄罗斯自己这个军人 现在也不足了 所以在用差不多人民币 每个月5000块左右的一个钱呢 从叙利亚招雇佣兵 希望为自己的军队来增添一些新鲜的血液 毕竟如果要打消耗战的话 那人 武器装备 包括钱 都必须要跟得上才可以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记得关注我 好内容 别错过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